大家好,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重点主题 今日主题 四个恐怖相似 中国疫情再卷全球吗? 12月7号 中共宣布新十条加速解封之后 中国各地的疫情就快速地爆发开来 像一场疫情海啸一样席卷中国各地 许多医院涌进了大批的重症病患 让医院陷入瘫痪,鼓励收治 有病患家属因为苦苦地等候 等不到救治 向医生下跪求救 但没想到 医生也只能无奈地下跪回应 更糟的是 各地也都相继出现大量死亡病患 导致火葬场人满为患,大排长龙 特别是首都北京 那根据多家海外媒体的访问查探 估计光是北京的东郊殡仪馆 在1月1号以前就有2000具遗体等待火化 当然不是说这2000具遗体都是因为疫情死亡的 但是根据殡仪馆人员的说法 以往他们每天的业务量大约是30到40具 但官方解封之后每天暴增到200具 如果用这个比率来推算 至少有五分之四的遗体不是一般的正常死亡 那换句话说 北京的东郊殡仪馆在1月1号以前排队的2000具遗体 可能有多达1600具的死因是跟疫情有关的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推估 但是北京有12家殡仪馆 那这样子光是一个北京城 到底有多少人死于疫情呢? 那全中国又有多少人死亡呢? 肯定不会是小数目 只是大家知道 Omicron病毒虽然传播力很强 但是它的重症率和致死率都是很低的 而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也说过这一点 比方说在英国 Omicron致死率只有0.15% 跟流感的0.1%几乎差不多 所以欧美国家很早就决定放开 与病毒共存 但是也没出现像中国这么高的死亡现象 所以,这次中国出现大面积的重症病患和死亡现象 让我们不得不合理怀疑一件事 是不是中国已经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而且是致命性高的新病毒呢? 虽然中共官方还没有提到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但是国际社会已经在担心这件事了 像《华盛顿邮报》在12月20号写了篇社论 担心中国的疫情这么快速的传播蔓延 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变种病毒 进而威胁到全世界,酿成大灾难 《华盛顿邮报》的顾虑我们完全理解 毕竟三年前 疫情的病毒就是从中国向全世界扩散 酿成了全球大流行 重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与健康 特别是现在,中国的疫情迹象很不寻常 不但重症多,死亡多 跟Omicron的流感化是对不上号的 所以我们得合理的质问中共当局了 中国是不是出现了新的 而且致命的变种病毒呢? 同时我们更得担心 这场中国新的致命疫情 会不会再像2020年那样 向海外蔓延,引爆新的全球疫情海啸呢? 因为在我看来 现在的中国疫情 跟三年前武汉刚刚爆发疫情的时候 有几个非常相似的共同点 第一个相似 医疗体系先爆满崩溃 官方才承认 早在2019年底 武汉的多家医院 就已经出现大批染疫的病患 一开始官方设法掩盖消息 还因此抓了李永亮医生 试图封口 直到后来染疫人数爆量 造成严重的医疗挤兑了 还有许多医护人员也染疫了 那医疗体系附和不了 官方才对外承认疫情爆发了 那现在的北京也是一样 不但北京各大医院挤满了病患 许多还是重症病患 而且医护人员也出现大规模感染的现象 但还是得报病上班 而且一位中共政法体系的高层官员 也向海外媒体爆料说 北京的医疗体系早在松绑之前就已经崩溃了 在二十大期间 许多医院内部就已经出现严重的交叉感染 直到实在盖不住了 官方才松绑放开 这名爆料的中共高官还说 他的直系亲属就是在医院里染疫的 虽然他通过权威的关系让亲人转往几家北京最好的医院来救治 但最后还是不治 而且就他所见 医院里的疫情已经失控了 造成了许多年长老人死亡 还直接导致了大量退休的高级别官员死亡 好 这位中共高官说 有大量退休高官死于疫情 正好跟我们最新掌握到的内幕消息 是不谋而合的 我们刚刚通过了特殊的渠道了解到 这波疫情确实造成了大量死亡 而且死的很多还是中共的高层官员和中共党员 还有许多是跟中共关系密切的人员 这一点请中国的朋友们要多加留意 第二个相似 大批人员死亡 火葬场不堪重负 在三年前 武汉疫情刚爆发不久 当地的火葬场就出现大量的遗体等待火化 不但火葬场24小时运作烧个不停 后来还得引进几十步的移动式焚化炉 来加速火化遗体 工作人员忙得疲郁奔命 但是官方却始终三间齐口 不愿透露真实的死亡人数 那今天的北京也是一样 所有殡仪馆都人满为患 大排长龙 但是官方却坚决否认有大批人员死亡 只承认死了个位数 但是这个说法却跟北京居民的亲身所见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第三个相似 官方淡化疫情掩盖真实数据 三年前武汉爆发严重疫情 那官方却一直掩盖真相 一直到今天 那这个我们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但是今天的中国最新的疫情 官方依然一样 拼命地掩盖数据 试图淡化疫情的严重性与高风险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爆料的中共政法系统高官 他说他的亲属是在医院死于疫情 但是医生最后在病患的死因上头 却写死于尿道感染 让他是相当的不满 那换句话说 官方呢 再严密地封锁死亡真相 造假来掩盖疫情 而且离奇的是 最近中国有好几位名人 都在这几天猝死 有年长的 也有年轻的 但是他们的死因都只写 因病去世 非常模糊 其实啊 很可能他们都是因为染疫而过世的 像著名的京剧演员 除蓝蓝 他在18号因病去世 但是他的徒弟对外套路说 除蓝蓝其实是死于新冠肺炎的病发症 而且呢 更离谱的是 中共还修改 紧缩了他们对疫情死亡的定义 只认定是死于病毒导致的肺炎或呼吸衰减 才算疫情死亡 换句话说 中共正在用他们最拿手的数字游戏和文字游戏 来淡化疫情 掩盖真相 第四个相似 交通开放 人员流通 在三年前 武汉疫情之所以 能够快速地蔓延到全世界 就是因为中共一开始全面掩盖疫情 不但没有封城封控 还允许人民前往海外旅游 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酿成了全球大流行 那今天 中共已经宣布国内大幅度的解封 那许多交通与人员的管制 已经解除了 可以自由地跨省流动了 而且呢 中共也在加速对国外开放 那最新的消息传出 中共准备从明年的1月3号起 让境外人士进入中国呢 可以免除集中隔离 只需要三天的居家隔离 那换句话说 中共正在对跨国的人员流动 进行大幅度的松绑 要吸引更多的境外人员 可以往返中国 好 看到这里 可以发现了 三年前的武汉跟今天北京 确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虽然中共拼命地掩盖疫情 加速对外边境开放 很可能是为了吸引外资 来挽救中国岌岌可危的经济 但是呢 有人三年前的教训 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中共是不是想要淡化疫情 然后把新出现的致命的变种病毒 向全世界输出呢 那中共是不是想要再掀起一场全球性的疫情海销呢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有点阴谋论 但是中共的思路向来就不是正常人的思维 因为他们不讲道德 不讲普世价值 他们只讲手段是为了目的而服务 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那三年前的疫情就已经被海外认为是 中共把病毒武器化了 用来攻击全球削弱各国实力的一次超限战 所以即便今天中共再搞一次也不足为奇 而且从表面上看 中共这次快速的松绑封控 取消清零的动机 是为了挽救经济下挫 以及安抚白纸运动的巨大民怨 但是北京松绑的速度之迅速 说法之粗糙呢 让人是相当意外 还没做好相关的配套就仓促解封了 结果造成医疗体系爆炸 大量的人口死亡 那人们也害怕上街 反而是对经济带来更负面的冲击 那简单说 中共这次的解封旧经济 其实是遇至其害 反至其乱 那按理说 如果中共真的有心挽救经济呢 它应该会采取更审慎 更渐进的手段来松绑 毕竟欧美国家 日本 韩国跟台湾 都是这样很有趣的步步松绑 那中共不可能没去研究了解 所以中共这次异常的火速解封 可能不是只有表面的动机就经济 更主要的动机很可能是政治斗争与维稳 那我们永远要记住一点 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正常的一般政府 他们是一个追逐权力和利益的黑手党集团 他们是抱着权力欲望和斗争意识来看世界的 像习近平最近反复的强调 要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就是因为北京当局在国内感受到强烈的政权危机感 那在国际上又感受到 中共的竞争力与霸权地位正在急速的下滑 但是共产党不可能妥协 所以只会更卖力地加强斗争 而且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斗争 所以从这个斗争和维稳的思路来推测 中共这次火速松绑 应该还有三个战略目的 第一个目的 疫情民怨压不住 松绑来掩护动态清零失败 刚刚讲过 中共政法体系的高官透露 早在解封之前 北京的医院里头就已经爆发了交叉感染 疫情失控了 造成大量死亡了 那巧的是 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前几天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公开指控 中国的疫情爆炸在松绑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换句话说 中共已经看见了 这波疫情实在是压不住了 那动态清零根本没用 再加上全国各地爆发了白纸运动 掀起人民对共产党的广大民怨 所以中共干脆顺水推舟 快速解封 营造出党式开明宽大的形象 听到人民的不满之后 立刻宣布解封 那这样呢 除了可以维护中共的伪光正形象之外 也可以掩盖动态清零的无效与失败 第二个目的 嫁祸白纸运动 分化人民 群众斗群众 中共已经知道 这波疫情很凶猛了 那一旦松绑之后 就会快速地爆炸蔓延 所以他们一方面松绑 来阻止白纸运动 演化成更巨大的反政府抗争 另一方面 如果疫情真的爆炸开来了 引发重大伤亡跟民怨之后 那么中共又可以把责任 推给白纸运动 批评是因为这场抗争才导致解封 那解封才酿成这么大的疫情 那这样呢 中共就可以顺势地分化中国社会与人民 引导害怕疫情的群众去斗争那些要求解封的抗争者 那就在这场群众斗群众的过程当中 中共就悄悄地讨脱责任 立于不败 还利用人民打不击了白纸运动 第三个目的 让病毒扩散海败制造新一轮的全球大流行 从三年前疫情爆发之后 中共就已经在强调 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与事在我们这一边 中共还多次强调 疫情是危机 但是危中有机 危可转机 也就是说 中共已经看准了 要利用这一场百年一遇的大瘟疫 来打破国际秩序 来提升自己的国际权力地位 中共确实曾经一度做到过 因为疫情重创了欧美国家的经济与稳定 削弱了各国实力 所以中共才被喊出 东升西降 平视世界的口号 但是现在情况又反转了 中共不但因为常年的动态清零 导致了经济重挫 现在又因为战狼外交招来国际社会的联合围剿 那科技战、贸易战和人才战等等 都让中共陷入严重的困境 国际地位再次跌到国底 所以不排除 中共会再度想利用新一轮的致命疫情 来作为武器输出海外 来制造新的全球大流行 要再一次升级斗争本领 来逆转他们的国际困境 那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能答应 好 节目最后 我们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美国的神韵艺术团 最新的2023年度演出 马上就要在全球各地巡回演出了 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关系到你人生的秀 这就是你生命等待的 神韵每年一套全新节目 神韵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团体 神韵从2006年成立到现在 我们每年都会去看 因为在演出里头 不但可以看到精致华美的舞蹈 包括了几乎失传的古典舞 宫廷舞和民族舞 还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和经典传奇 栩栩如生地重现在舞台上 比方说西游记、三国演绎、水浒传 还有许许多多的知名故事 所以有朋友跟我说 看神韵就像走进时光隧道一样 还有很多人说 看神韵就像是当了一夜的皇帝 而且虽然神韵演的是 我们熟悉的东方故事和传统文化 但是却在世界各国受到热烈的欢迎 无论是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 或者是亚洲 神韵演出经常缔造爆满的票房 而且观众几乎都是当地的主流精英 或社会名流 像我在纽约 都是去最顶级的剧院林肯中心看神韵 在那里就见过不少的企业大亨 媒体巨播 还有前美国总统夫妇等等 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不提了 因为这些顶级名流都很注重个人的隐私 当然又有一些名流精英接受媒体的采访 比方说 主演霍比特人的英国演员Martin Freeman 和演出魔戒的精灵女王Kate Blanchett等等 他们都看过神韵 留下很好的印象 而且神韵每年的节目都是全新制作 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这一点在纽约的百老会 或者是伦敦的西区 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做到 神韵在2022年有七个艺术团 走过了160多个城市演出600多场 现在新一年度的神韵 会有八个艺术团同步在世界各地演出 所以各位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把握机会去看神韵 关于神韵的演出行程 您可以到神韵官网查询 神韵.com 好 今天先来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Instead, 请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